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终于和祂的儿子厄沙龙和好 在我们读经之前 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天父啊 我们来到祢面前 求主祢保守我们的心 因为上帝祢看人的是内心 看人的是信心 而不是我们的外表 求主祢保守我们 上上在祢面前有一伙单纯信靠的心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沙母义记下》第十四章 祢面前的祢约纯别 知道黄心女想念压山龙 他派人往提江亚去 从哪里叫了一个有智慧的妇人来 对他说 请你装作居丧的人 穿上桑服 不用高抹身 装作为死者被爱多日的妇人 你到王哪里 对王如此如此说 于是让阿爸当说的话放在他口中 提江亚妇人到王面前 念福于地求拜说 王呀求你拯救 王对他说 你有什么事呢 他说 我实在是个寡妇 我丈夫死了 婢女有两个儿子 二人在田间打架 没有人从中劝解 一个击杀另一个把他打死了 看呀 全家族都起来攻击婢女说 把那打死兄弟的交出来 我们好处死他 为他所打死的兄弟常命 灭绝那承受家业的 这样他们要把我胜下的炭火灭尽 不及我丈夫留命 或留后在地面上 王对婦人说 你回家去吧 我必为你下个命令 提江亚妇人又对王说 我主 我王 愿者罪业归我或我的父家 与王或王的胃无关 王说 有人说话难为你 你就带他到我这女来 他必不再搅扰你 婦人说 愿王对耶和华 你的上帝发誓 不许报血仇的人私行毁灭 免得他们灭绝我的乙子 王说 我只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 你的乙子连一根头发 也不至落在地上 婦人说 求我主 我王 用许婢女再说一句话 王说 你说吧 婦人说 王为何起意做这事 要害上帝的百姓呢 王不使那逃亡的人回来 王说这话 就证实自己错了 我们都必死 如同水潑在地上 不能收回 上帝不会让人不死 但仍切发 使逃亡的人不致成为赶出 回不来的人 现在我来将这话 高苏我主 我王 是因百姓使我惧怕 婢女想 不如高苏王 或者王会成就 要求死女所求的 人要把我和我姨子从上帝的地 业上一同除灭 王必应寻求死女脱离她的手 婢女想 我主 我王的话 必安慰我 因为我主 我王 能辨别是非 如同上帝的使者一样 为怨耶和话 你的上帝 与你同在 王回答婦人说 我问你一句话 你一点也不可门我 婦人说 我主 我王 请说 王说 这一切 莫非是若压的手 指使你的吗 婦人回答说 我敢在我主 我王面前起誓 我主 我王所说的一切 不偏左右 这是王的仆人 若压吩咐我的 这一切话 是他放在婢女口中的 王的仆人 若压做这事 为要扭转局面 我主的智慧 却如上帝使者的智慧 能知地上一切的事 王对若压说 汗呀 我应运这事 你去 把那年轻人 压沙龙带回来 若压 脸伏于地球拜 为王祝福说 王既应找伯人这件事 伯人今天知道 在我主我王眼前 蒙恩重了 于是 于是 若压起身 往基述去 把压沙龙带回 耶路撒兰 王说 让他会自己的家去 不要来见我的面 不要来见我的面 压沙龙就会自己的家去 没有见王的面 全以色列中 无人像压沙龙那样尽美 得人称赞 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 他的头发很重 每到年底剪发一次 所剪下来的 按黄的称称一称 重二百四克 压沙龙生了三个儿子 一个女儿 女儿名叫他马 是个容貌美丽的女子 压沙龙住在耶路撒兰 续续有依恋 没有见王的面 压沙龙派人去叫若压来 要托他都往哪里去 若压却不肯来 压沙龙第二次派人去叫他 他仍不肯来 于是压沙龙对伯人说 你们看 若压有一块田靠近我的田 其中有大墨 你们去放火把他烧了 压沙龙的伯人就去放火 烧了那田 于是压压起来 到了压沙龙家女对他说 你的伯人为何放火烧我的田呢 压沙龙对压压说 汉呀 我派人去请你来 好托你到黄那里去说 我为何从基述回来呢 我仍在那里比较好 现在让我去见王的面 我若有罪业 就任凭王杀了我吧 于是若压到黄那里 就个黄 黄就叫压沙龙来 压沙龙都黄那里 在黄面前脸伏于地 黄就亲吻压沙龙 在这段经文的一开始 提到大卫的将军 约压 他知道大卫很想念压沙龙 他就打发了一个聪明的妇人 去劝告大卫 而大卫最后也被说服 他就答应约压 给约压将压沙龙带回来 这段经文很有意思 是形容压沙龙的外貌 他说他生得非常尽美 得人称赞 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 而压沙龙回到耶路撒冷后 也要经过两年的时间 最后大卫才跟他见面和和好 弟兄姐妹 在这段经文中 可能是第一次介绍压沙龙这个人给我们认识 但很有趣的 这个经文只是介绍压沙龙的外表 告诉我们 他是很尽美的 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 全部说的都是他的外表 甚至说他的头发 或者说他的女儿有多美 完全没有提到他与上帝的关系 没有提到他向上帝的祈祷 没有提到他在上帝面前的悔改 在这段经文中 我们就知道 压沙龙与上帝是没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他以后做出很多事情 亦因着他不是一个跟随上帝心意的人 求主保守我们 让我们不要做一个肤浅的人 最重要的不是我们的外貌 而是我们的内心 压沙龙与大卫最大的差别 其实是他们的内心 因为大卫始终是一个 愿意去寻求上帝心意的人 愿意悔改的人 而压沙龙是一个只有外貌 没有属灵生活的人 今集要背诵的金句是 王的仆人 若压造者事 为要扭转局面 我主的智慧 却如上帝使者的智慧 能知地上一切的事 杀务二记下 十四章 二十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분명地